贾家的穷亲戚刘姥姥 凭啥能获得夫人和小姐们的敬重 这就和老祖宗喝盛的半盏茶有关了 贾母将喝盛的半盏茶赏给了刘姥姥 她喝完评价道味道淡了些 刘姥姥喝得虽是盛茶 却喝出了尊严 这一幕呢 也为她再进荣国府做好了铺垫 穷亲戚刘姥姥在人情世故方面有多圆滑 贾母赏她的半盏茶又有何深意 今天沐鱼军带大家走进红楼梦 看看在贾府丑态百出的刘姥姥 刘姥姥是怎么喝到贾母胜茶的 那是她第二次去贾府 贾母无意听到有刘姥姥这么个亲戚 后来便有了众人簇拥着贾母和刘姥姥 进东禅堂喝茶的场景 等大家都落座后 妙宇赶紧去忙活起来 一会儿后呢 她端着城堯五彩小盖中走到贾母跟前 贾母以为是平日里喝的鹿安茶 便说不想喝 妙宇解释说是老君茶 贾母便接过喝了一口 尝完后呢 让妙宇将剩下的半盏茶给刘姥姥尝尝 刘姥姥接过茶 咕噜咕噜一饮而下 喝完评价道 这茶味道淡了点 要是多煮一会儿就更好了 刘姥姥话音刚落 就引得哄堂大笑 贾母也忍不住笑出来 贾母喝剩的半盏茶 让刘姥姥出尽了风头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就对比刘姥姥第一次来贾府时的待遇了 马上步入冬天 刘家粮食见空 刘姥姥实在没办法了 为了孙子和自己能活下去 刘姥姥是带着孙子敲开了贾府的门 因为是来求人的 刘姥姥表现得很卑微 见到贾府吓人喊的是太爷 这是古人对关姥爷的称呼 可见刘姥姥卑微到极点 运气好的是呢 她遇到的是管家凤姐的丫鬟 丫鬟们领着刘姥姥去了凤姐处 贾家的亲戚众多 凤姐一开始不知刘姥姥是什么亲戚 也不好问 只觉找上门的多少都有点关系 便好吃好喝地招待刘姥姥祖孙 事后凤姐询问王夫人 才知道刘姥姥和贾家没什么关系 只是刘贾两家早年有些往来 弄清刘姥姥和贾家的关系后 凤姐还是没有磕待她 刘姥姥临走时 凤姐还给了她二十多两银子 这些银钱对王熙凤来说九牛一毛 但是对刘姥姥来说呢 是她和孙子的救命钱 足够他们祖孙吃一年了 从这以后 刘姥姥意识到 只要和贾家沾点边 她就能够舒坦地过完此生 所以 凤姐给的钱花完后 刘姥姥第二年又带着孙子去了贾府 这次呢 她可不是要去施舍的 而是去送礼的 一个农村老太太能送出什么礼 都是她种出的瓜果蔬菜 对于这种穷亲戚 贾府都不怎么待见 来了一回来不够 又来第二回 刘姥姥知道自己不受待见 所以第二次去送礼的时候 还是卑躬屈膝 见到丫鬟平儿后呢 刘姥姥怕被赶走 立马解释说 自己是来送礼的 还说啊 这些瓜果蔬菜是头一次摘下来的 没敢拿去卖 想着先拿来给夫人和小姐 如此巧舌如簧的老太太 让平儿不好拒绝 还一直客套地回话 刘姥姥是个穷亲戚 却能让贾府的人奉她为座上宾 她是怎么做到的 刘姥姥送完礼 天已经快黑了 凤姐便安排她在府上住一晚再离开 好巧不巧的是 说刘姥姥的时候呢 被贾母听到了 听说是个老太太 贾母来了进去 便问凤姐 这个刘姥姥和贾府是什么关系 得知具体情况后 贾母没命人撵她走 而是想着第二天见见这老太太 刘姥姥虽然是个农村老太太 但她年轻的时候也见过些世面 她第一次见到贾母 还会请安到福 贾府中的夫人小姐看了 都惊讶了一把 刘姥姥的礼数 给贾母留下了还不错的印象 过后 两人坐在一起闲聊 贾母竟和刘姥姥聊得很来 刘姥姥说的一些话呢 让贾母很是认同 虽然听得出是在拍马屁 但是让人不反感 聊着聊着 贾母便留刘姥姥在贾府多住些时日 一旁的凤姐看出贾母的心思 所以啊 对刘姥姥的态度也转变了 她让丫鬟伺候刘姥姥书洗换衣 然后去送她到贾母屋中 陪老祖宗好好聊天 刘姥姥的嘴在《红楼梦》中呢 是数一数二的 再加上她善于观察 看得出贾府中最有话语权的就是贾母 只要将她赔开心了 那自己得到的好处将无可限量 所以 第二次和贾母聊天 刘姥姥特意准备了些民间的奇闻事件 不得不说 这招很管用 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啊 就喜欢听些稀奇古怪的事 贾母听得一点不走神 就连身边的小姐丫鬟们也听得入了迷 第二次闲聊后 贾母对刘姥姥更加上心了 在刘姥姥离开前的一天 贾母特意说带她去逛园子 两人有说有笑地逛着园子 逛到中午 凤姐安排众人用饭 在吃饭的过程中 刘姥姥又出了很多名场面 但是贾父的夫人小姐们 只是把她当个笑话看 在这个过程中 凤姐有意让刘姥姥出丑 她给刘姥姥准备一双象牙香精筷 这筷子很重 很难夹起来菜 这都不算什么 到了上菜的时候 凤姐故意命人将一堆难夹的鸽子蛋 放在刘姥姥面前 上了年纪手脚不灵活的她 拿着笨重的筷子 根本加不起面前的菜 她在贾父的夫人小姐面前 可谓是出尽了洋相 众人都笑话她 刘姥姥却没有觉得伤自尊 反而是自嘲起来 让众人好不乐呵 刘姥姥被人捉弄笑话 为何不生气呢 对一个农村老太太来说 她没有资格生气 因为她没有钱 只能低三下四 能哄别人开心 也是她的本事 但是刘姥姥自嘲也是无奈 为了引众人开心 她说自己的饭量和牛一样 鸽子蛋加不起来 她来了句滑不溜秋 好不容易加起来 还没吃就掉到了地上 凤姐看见了调侃刘姥姥 这一个鸽子蛋就是一两银钱 刘姥姥听完后来了句 这一两银钱掉地上 连个响声都没有 此话一出呢 又打开了众人的笑闸 看到客人被如此捉弄 家母提醒凤姐几句 传出去丢的是贾家的人 众人用完午饭后 就去了龙翠安喝茶了 于是就发生了 刚开始介绍的那一幕 刘姥姥喝了 贾母剩下的半盏茶 她也在喝完茶后 变得不一样了 因为她获得了尊重 她离开贾府的时候 不用再像来之前那样卑微了 贾母喝剩的茶 究竟神奇在哪里 让刘姥姥这个穷亲戚 获得了尊重 我们来细细说明 在贾府中 能够享用到贾母吃剩下的东西 那表示这人得到了贾母的肯定 刘姥姥能说回道 将贾母哄得开怀大笑 贾母是打心底里认可了她 被贾府老祖宗认可的人 自然也能够得到 夫人小姐们的敬重 贾母之前呢 也做过类似的事 她将吃剩的糕点 给身边的丫鬟吃 说明她觉得 这个丫鬟伺候的好 她将喝剩的养生抽给凤姐 说明她看好凤姐的管家能力 所以 能吃到贾母吃剩的东西 那是莫大的荣幸 刘姥姥喝到贾母喝剩的半盏茶 得到了贾母的认可 这应该是刘姥姥此生最高光的时刻了 从今往后 刘姥姥和贾府联系不会少 日后呢 她再来贾府可以挺直腰杆了 得到了老祖宗的认可 凤姐都要敬她三分 逛园结束后 刘姥姥就要回家了 离开前 凤姐命人给她准备了很多东西 不仅有吃的还有用的 甚至还有钱 就连之前傲气的王夫人 也送上了大银子 整整一百两 这大手笔直接惊呆了刘姥姥 还有一些丫鬟 也给出这样那样的 贾母更是送给刘姥姥 几身昂贵的衣服 还有自己平日里 也会吃的补药 临走时 凤姐还命人将刘姥姥 送回乡下 这待遇和来时相比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不得不说呀 刘姥姥将人情世故玩得很溜 用几个蔬菜瓜果 换回一大车的东西 刘姥姥的行为 用一句话总结 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